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我的灵呀 你当醒起 琴瑟呀 你当醒起 我自己要极早醒起 主呀 我要在万文中称借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仓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愿令内苏醒 深陷重参歌声 投在你的慈旁 愿你诗人旧情 愿荣耀威主 高唱中摘新歌 琴瑟琴我认诗就名 我温国圣齐何 传地至高是我主 各方一致重量 让这歌尽协主 荣耀威主 佳光阔照诸天 慈爱达刀 熊仓 与隅庄 柔 一是信实 并此下欢容 遗留书 愿命爱素食 针弦中赞歌声 求在你的翅膀 愿你是人旧情 愿荣耀归主 报唱中赞新歌 琴和应失奏命 我寻歌声齐何 全地至高 是我主 各方一致重量 让这歌顺献主 荣光高潮出现 是爱得都逢初算 因此信实 并此下满荣耀录 全地至高 是我主 各方一致重量 让这歌顺献主 是爱得都逢初算 荣光各朝出天 是爱得都 共仓主 因此信实 宁此下满荣耀录 Zither Harp 我看见真正路向 你各世真爱远将 世界要真理再照亮 外冲似恩于下降 靠向你恩惠引献 你是我恩典满一生 当宣扬你是奇妙 当高声传扬你是荣耀 齐来仲差上帝人欢呼拍张 从忍到红横尚与我同在 当宣扬你是奇妙 当高声传扬你是荣耀 曾活在世上写生旧送 全能上帝 居我心里永不变 我看见真正路向 你各世真爱远将 世界要真理再照亮 世界要真理再照亮 外冲似恩于下降 靠向你恩惠引献 你似我恩典满一生 当宣扬你是奇妙 当高声传扬你是荣耀 齐来仲差上帝人欢呼拍张 常忍到同行 常与我同在 当宣扬你是奇妙 当高声传扬你是荣耀 行活在世上写生旧送 全能上帝 居于我心里永不变 我要敬拜你 高举我双手 抛开心中的群泪 主啊 我心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 高举我双手 抛开心中的群泪 主啊 我心敬拜你 敬拜你 敬拜你 道地既 我要举手 歌唱 因你是我主 敬拜你 永活神 我要高声 奔赏 哈利路呀 我要敬拜你 高举我双手 抛开心中的群泪 主啊 我心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 高举我双手 抛开心中的群泪 主啊 我心敬拜你 敬拜你 敬拜你 道地既 敬拜你 敬拜你 道地既 敬拜你 永活神 我要高举我双手 欢唱 哈利路呀 敬拜你 道地既 我要举手 歌唱 因你是我主 敬拜你 永活神 我要高声 付上 哈利路呀 我 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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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里说 你们蒙照 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今天早上愿意我们一起来去思想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过苦 以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脚步 活出主的样式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一生 我们所走的路 都能够有祂的带领 以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都不会有走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路远海 阔到京阔 你在前带领 未怕艰苦有几多 救主人 在我一生不走错 你每步带领 时刻不会差错 在我一生中 是你借我死一生的爱 主人的怨同在 瓜葛我未来 在我一生中 面对重重压迫的挑战 幸有苦同在 受烦困恼离开 天天我父两手托大 竟是念信心不改 主的说话 人因此前途 而难尽靠你挪爱 靠主人 路远海 阔到京阔 你在前带领 未怕艰苦有几多 靠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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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一生不走错 你每步带领 时刻不会差错 靠主人 路远海 阔到京阔 你在前带领 你每步带领 你每步带领 时刻不会差错 靠主人 做我一生不走错 你每步带领 时刻不会差错 你便用笑脸 靠终生看见错 你便用笑脸 靠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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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远海阔都经过 靠主人 能够帮助我们一生不走错 我们愿意是靠着耶稣基多这份恩典 能够给我们这份祈祷的权柄 以拯救我们将我们所需要的 带到这个父神面前 今天有三件事 想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 第一件事 我们知道这个是居家抗疫 一直到五月底 都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 求父神能够给我们忍耐 亦都在这个时间 能够怎样可以善用 我们现在在家庭的日子 另一方面 我们都知道教会 因为居家抗疫 要怎样发展时工 特别如果是五月过后 可以容许我们 回来崇拜的时候 究竟我们怎么安排 希望弟兄姊妹 为到这件事祷告 第三方面 就是为到我们一些 在职清里面 或者职业团区里面 一班的弟兄姊妹 都知道他们都在家里面工作 盼望有父神 给他们有智慧 有能力 想请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一起 或者在你的家里面 有一分钟 可以和你的家人 一起祷告 一分钟之后 我就有一个祈祷结束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帮助 调盾 调盾 马 凯 调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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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调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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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泛滥的時候,你仍然是作作為禍 就因著這個信念 因著這個清楚的認知 能夠叫我們在這個疫情底下 仍然僅僅的能夠是依靠你 我們首先多謝你能夠是保守我們 在一個多月裏面 我們弟兄姊妹能夠在 無論是身體、在工作裏面得力看顧的獻上感恩 特別為到仍然我們真的有一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居家抗議的時間 保守我們 能夠怎樣真是善用你給我們的時間 可能在家人相處裏面的 我們需要很多的忍耐 或者是怎樣能夠是一班 可能在工作頂姊妹 又在家裏面做工的時間 都求你親自幫助他們 也都是幫助我們教會 能夠在這段期間 繼續做牧羊 繼續做去門徒訓練 關懷的工作 要幫助我們 當這個居家抗疫 這個事情能夠是去完結之後 能夠怎樣我們重開教會 我們很需要理智因我們 教導我們 而且能夠我們懂得 繼續的能夠去建立 你自己的教會 我們為到以下我們精度的時間 我們恭敬交上 都求你給我們 有一個好的學習 特別講到一個分明的主題 能夠讓我們真是去知道 道神你自己的心意 我們恭敬將以下時間交上 祈禱感恩 是奉耶穌基督 得十命之祈求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一首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 歌名叫做 《雙逢何必曾相識》 是由蔣志剛和維爾山合唱的 當中有幾句歌詞 是這樣說 一個女聲就唱話 我順愛 同樣順會失去愛 問此刻世上 痴心看子有幾個 相識 相愛 相懷疑 離離合合 我異覺討厭 只想愛德自然 而藍聲就唱話 我怕愛 同樣怕得不到愛 問此刻世上 痴心女子有幾個 相知相处相拖欠 圆圆分分爱意觉无聊 不想爱得随便 同事天来能乐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确能够大家相遇是一个缘分 相遇之前可能大家都不是认识的 但我觉得如果是相遇了之后 相逢之后 大家如果不继续认识的话 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的婚姻因为 相逢之后 相逢之后 而无继续认识 结果就好像歌词这样说 搞得离离合合 有缘无分 相逢之后 如不继续认识的话 结果就是现在 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半以上的婚姻 是离婚收场的 甚至基督徒的婚姻 都不好得去哪里 根据统计 基督徒的离婚率 差不多跟未信的人 都差无几 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就算很多人的婚姻 不是说离婚的情况 但两夫妇的关系 已经搞得贸合神尾 各顾各的 其实婚姻里面 好像是名存实忘 很多人的婚姻 不是一种享受 而是一种忍受 人们问 究竟 这个世界上高 有无幸福快乐 完美的婚姻 人们问有 世上高只有一对的婚姻 是完美快乐幸福的 猜不到是哪一对 就是阿当 和夏娃 他说当阿当放工 回家之后 夏娃不会和阿当说 你知不知陈太太的老公是多么聪明 你知不知何太的老公是多么细心 全世界只有阿当一个老公 没得比较 而对夏娃来说 阿当不会和夏娃说 你知不知 原来我妈妈煮菜好过你 为何要煮菜那么差 当然阿当亦没有比较 因为全世界只有夏娃一个女人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是 以后阿当和夏娃的婚姻是最好 最完美的 现在很多人的婚姻 是不开心 很多的婚姻 是在捱着的 问问大家 在你的认识人的里面 有没有人的婚姻 你是很羡慕的 你羡慕你爸爸妈妈的婚姻 或者如果你走去问你的子女 你猜你的子女会不会很羡慕你的婚姻 或者再埋伸一点 问自己 特别是叫婚姻的突然之妹 你满不满意你的婚姻 看起来很多的婚姻 好像都不是很幸福 很美满 很快乐 当然 婚姻不开心有很多原因 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原因 就是我们对婚姻有个错误的观念 明白婚姻是什么 我们人生两大件事就是工作和婚姻 是不是 但是我们竟然用了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 预备自己 在将来 出去工作 外读小学 中学 大学 进修 是预备自己能够做工 但是原来在婚姻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预备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一生一世的婚姻里面 有时是糊粒糊涂 不知为什么人结婚就结婚 结果就在婚姻里面 结果因为我对婚姻没有好的预备 没有好的形知 错误了观念 结果就搞得离离合合 婚姻不是一个享受 而一个忍受 所以接下来这几个星期 我们会透过《葛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和弟兄姊妹分享几个有关于婚姻的课题 今天我会讲到就是婚姻是什么 下两个星期会讲到就是 讲到离婚和再婚 再到五月的另一个星期里面 我会讲到就是 独身和单身的分别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讲到就是主要是婚姻 可能当中在弟兄姊妹是单身的 或者是你的配偶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可能是已经是离世或者各方面 你觉得好像今天讲的主题和你无关 但是因为你明白我们教会是一个群体 我们互为肢体 没错可能你是单身 你觉得讲婚姻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但是当我们能够是明白到 婚姻里面一帮带兄姊妹所面对的挑战 困难 那种的冲击时候 我们能够知道它的情况 我们可以能够怎样去安慰 鼓励与他们同行 可能遲多两个星期我们会讲到单身和独身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我已经是结了婚 都不关你事 不是的 我们是一个群体的 你知道原来单身或者独身 面对那种困难引诱的时间 你懂得 与这帮带兄姊妹是同行 所以盼望未来的星期里面 我们讲到不同的课题的时间 我能够都可以明白专心 要人够我们去懂得神的心意 我讲到一个幸福的婚姻 是你相遇相逢之后 是需要继续的去认识的 今天所看的经文来自《九龙多》前书七章 一到第七节 短短七节的经文 或者我和戴影子妹一同去重读 这七节的经文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轮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我说 男不近女倒好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代妻子,妻子代丈夫也是如此 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规附,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讨告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我说者话,愿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但是当你看看第二节的时间,会觉得有点不明白 是否保罗好像很贬低婚姻的意义呢? 保罗说 但为避免有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其实各有自己的妻子,或各有自己的丈夫,是说到夫妻的性生活 正如看来,保罗好像是这样说,如果你不想淫乱的话,你就去结婚 又好像说,如果结婚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有性行为 好像保罗好像很贬低婚姻的意义 当然,保罗没有这样的意思 其实保罗是回答当时那不多教会的一些问题 一些询问 如果你看看,那不多前书里总共有十五章经文 头的六章是保罗在处理教会当中的问题 例如他们的自高自大,他们有人犯淫乱,他们不处理 然后从第七章到第十五章开始的时间 其实保罗是处理着,原来教会的问题问着保罗 例如今天第七章,其实他们问着保罗关于一些婚姻的问题 迟些是说到关于一些拜过偶像的祭物是否可以吃 女人蒙头是对不对 究竟敬霸里面的次序是怎样 怎样运用自己的恩赐 是说到复活是什么回事 也说到奉献 所以其实保罗是在解答他们当时的一个问题 当时他们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第一章中说 我说南,不近磊,倒好 其实当时教会有个观念 教会有个所谓的想法就是 男最好不要跟女性发生性行为 其实男不近磊,倒好是说不要碰女人 很含蓄地说 男性不要跟女性发生性行为 如果大家要留意 其实这个字里面 就是我说这个字是括好的 即是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 并不是保罗说 我赞成就是男不近磊,倒好 而是保罗引用当时教会一些观念 是他们的思想就是说 男最好的不要跟女性发生性行为 你会问为何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要明白原来 哥林福教会是个淫乱之都 他们有很多的妙语 妙语里面有很多的妙技 有男的有女的 社会那种道德是非常败坏的 我们之前读过 哥林福教前书第五章 第六章都知道是吗 有信徒竟然和他的继母是同居 第六章说到 有人上了耶稣之后 仍然去妙语里面找些妙技 原来是圣泛滥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间 当然对于一些信徒家庭来说 构成很多的破坏很多的混乱 以致一帮信徒 他说男不近女倒好 是觉得原来他看性这件事是很负面的 原来性行为是骚髒骂的 性是邪恶的 性是罪利的 性生活会影响灵性的 甚至你有情欲的话 其实是觉得你的灵性是不好的 有时候都会是吧 我们当想起性这方面的时间 我们第一样想起是什么 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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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经 所以原来他们枪了一件事 就是说 男不近女倒好 他说 不如守独身 守独身就是 不需要同意性发生性行为 他说 可能是那些结作婚的 就是说 我的配偶是否信主 所以是提出离婚 甚至说 结了婚的那些信徒也好 他说仍然就是 我们不同配偶是发生性行为 但保罗很特别的 保罗在第二席 所以他会这样说 他说 但为要避免淫乱的事 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所以当保罗说这句话 他不是贬低婚姻的意义 并不是说 你为了淫乱 你就去结婚 不是说 你结婚的目的 是为了想有性行为 所以说 保罗说 婚外的性行为 是叫做淫乱 是犯罪的 是得罪配偶 是得罪上帝 但原来在婚里面的性行为 不是犯罪的 反而一个正常夫妻的性生活 是可以避免人犯罪的 保罗在第五节说 他说 夫妻不可彼此规负 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 唯要专心讨告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但趁着你们 情不自禁 引誘你们 保罗说 对基督徒的夫妇 有时你可能会暂时分房 为属灵的缘故 但当中要彼此有默契 和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说 免得撒但趁着你们 情不自禁 引誘你们 接着帝律词这样说 保罗说 我不是要命令你们是这样做 而是去准你们 保罗整个的寇司说 原来在夫妻里面的性生活 是有益的 是能够防备淫乱一个好的方法 可以说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是会避免淫乱的事发生的 举例 例如有个丈夫要出外公干 去到第二个城市 如果这个丈夫和太太 关系是好的话 其实她有更大的定力 是抵挡一些人幼 但相反 如果这个丈夫和太太 关系是不好的话 她出外公干的时间 便可以受很多很多人幼 一个和太太关系好的时间 但她出到外面的时候 会很记挂自己的太太 很挂着自己的太太 不会做一些事情 是伤害到太太的 所以保罗说到 是幸福快乐的婚姻 一个正常的性生活 其实是可以避免 配偶去淫乱犯罪的 第一支门 原来神给婚姻里面 一个最大的祝福 就是给夫妻里面有性生活 在《葬世》里面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二人成为一体 原来神给夫妇 有性生活的时间 是带来一些祝福的 当然可能有几个祝福 是说原来性生活是重要的 当然第一件事 就是能够叫我们 繁殖下一代 透过性生活 和是比夫妻里面 能够好 互相 能够是欢乐愉快 是彼此一起的共处 更加能够是 透过的性生活 能够表达到 各种的交心合一 原来 保罗那么着重夫妻之间的 性生活 他说这个不是犯罪的原因 他说 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 而女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 其实保罗泰出的主题 就是说原来 婚姻是一个享受 婚姻不是一个忍受 原来夫妻里面的性关系 是表达到两个人能够是 那种默契 那种同心合意 是一个人与人之间 最深的沟通 某一样东西能够表达到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但透过夫妻里面的性生活 能够是一个最深的 一种沟通的方法 有一个作者 叫做Mike Mason 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The Mystery of Our Marriage 他当中有句说是这样说的 英文说 For if worship is the deepest available form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on with God and especially that particular act of worship known as for communion then surely sex is the deepest communion that is possible between human beings 他说原来敬拜 是人与上帝 一个最深的一种交流 特别是在首盛餐当中 他说如果性爱 这件事 就是人与人之间 一个最深层的交流 保罗叫夫妻能够 去享受他们彼此的性生活 是因为这个是一种很亲密 很亲密的一种交往你 夫妻仪仁的性生活 表示就是我愿意打开自己 我不敢被人见那一面 我都愿意被你见到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看到 夫妻那种亲密 是表示那种信任 是表示那种毫无保留 坦诚的能够分享 只有一个人 你一个人是可以知道 夫妻的性生活 是表示夫妻 丈夫和妻子 那种最深的交往 是无无保留 是将自己呈现在 配偶面前知道 表示你的配偶 就是你的自己 所以神透过婚姻里面的性生活 是叫丈夫和太太 有一个更深更深的一种 沟通去交流 所以保罗说到 如果当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 在夫妻里面能够很享受 彼此那种同在 认知相识之后 其实能够避免淫乱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叫哥林多教会的人 你是夫妇里面的时候 你不是要避免淫乱 而没有性生活 反而你有一个好的性生活 能够避免淫乱 因为性生活带来的含义 是一种好心好心的交流 交通 所以代言之后 原来神所着重的夫妻 是那种的交通 是一种的沟通 是一种的分享 当时我们发觉 夫妻之间的沟通很不够 可能大家互相很忙碌 在今上没有时间大家谈一谈 或者有些男性 无关是表达自己 所以没有什么要说 甚至有时候 丈夫和太太说些 太太给很多很多的意见 或者太太和丈夫有些分享 丈夫就给很多的答案 每一个解决问题 所以保罗提醒 一个幸福法律的婚姻 你要享受的话 是彼此有好心好心的交流 是沟通才可以的 但姐妹不要觉得 你们结婚很多年 老夫老妻心照 就不需要说了 有时反而是需要 能够去彼此又沟通 又聆听 互相知道大家 心里面的心努力情 沟通对于婚姻来说 是很重要 可能你说 牧师我和我的配偶 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话说 很多话沟通 但我会问 你们沟通的主题 围绕什么 有一次有个 有对他的夫妇 有个基督徒 看到他们 就去问他们 他说你们一向说的话题 都是围绕小朋友 围绕小朋友 围绕小朋友 如何安排小朋友的事情 去读书各方面 每次说都是说小朋友 他说你们不说小朋友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话题 这对夫妇有点呆了 他发觉原来他们的沟通 他们的交往 除了围绕小朋友之外 是什么都没有 第一节目 原来我们的沟通 不是单单围绕你的小朋友 是你的喜怒开乐 你的感受 你的心路历程 你现在的灵性的情况 其实保罗说 一对幸福快乐的婚姻 是需要有好心的沟通交流 我盼望今晚 特别是做夫妇的第一节目 或者跟配偶去讲一讲 究竟你们现在的沟通程度 是怎样的 你们交流的深度 又去到哪一处 大家能够有些对话 如何能够去造福 或者祝福你自己的婚姻 另一方面 普遍到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 是讲到原来婚姻并不是一个福利 而是一个互利 保罗第三次这样讲的 她说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代妻子 妻子代丈夫也是如此 什么叫做合宜之分呢 如果你看其他的译本里面 譬如新译本里面就说 丈夫对妻子应该尽她的本分 《女郑中译本》的圣经里面 就讲得更加明显 她说 丈夫该以应尽的房事代妻子 原来是夫妻子里面 彼此之间是有责任和义务 保罗第四节这样讲 她说 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 赖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 赖在妻子 原来在当时一个 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来说 是一个破天荒的所谓idea 通常是男上女下的 但保罗说原来男女是平等 丈夫和妻子没有主权 是她讲自己的身子 意思是说 你的出现是为配偶的需要 保罗讲到说 夫妻的性生活 消极方面是避免淫乱 但原来积极方面 就是能够满足对方的需要 等于原来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 并不是说我得到什么 我的福利是什么 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 是说到能够 如何为到对方犧牲 是如何愿意取悦对方 如何去造就对方 说到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 不是我得到什么福利 有互相是认为互相 互相是能够互相 满足对方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 看婚姻 是吗?弟兄姊妹 男们怎样看婚姻 男们觉得 娶个老婆 要好好地 能够照顾自己 好像 娶了一个公仁一样 叫她做这样做那样 最近我听到一些的姊妹 她们的无量投诉也好 或者是小小的伸也好 她说到现在 特别在居家抗日期间里面 她说做姊妹是很辛苦 压力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一天要照顾那三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她说如果有些要求高的时间 不单只说是一天要照顾午餐 是照顾咸茶和宵夜 她说每天里面起床 就是要煮东西、食物、洗东西 不久之后午餐也要煮东西、食物、洗东西 不久之后又要煮东西、食物、洗东西 她说有些老公、有些儿女还投诉 她说妈妈好闷 每天都吃了能够是花生酱三文治 可不可以今天有A餐 可不可以今天有B餐 可能平時老公和子女 不會經常在家裡 可能只是一天煮一餐 但你現在的居家抗疫時間 你家裡好像很大壓力很辛苦 最慘的是你老公和子女 一點都不幫忙 真是當你傭人那麼小 老公說我現在是在做工 我現在是work from home 原來男人看婚姻 就好像覺得太太要照顧她 好像儲了一個傭人一樣 男人覺得是一種福利利 但保留到婚姻不是為己 婚姻是捨己 當然姐妹可能也對婚姻有錯誤的觀念 她覺得嫁了老公之後 老公要時常探望她開心 老公來不來要給她一些驚喜 她當了老公是迪士尼 是好玩的 是驚喜的 是開心的 要老公當她好像公主一樣 要照顧周到的 嫁了老公好像得到一張 是長期的飯票 以後就自己不用做 做少奶奶一樣 不過原來 很多姐妹她對婚姻來說 都是我結婚之後 我會很幸福的 是為己 而是忘記婚姻 其實神話道是要捨己 要犧牲 我覺得很奇怪 通常在一些 那些 即是頂姊妹結婚 當日會有些所謂的接生娘 我從來沒有聽過 有些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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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叫做 他說 親愛的 我愛你 追倒你 我運氣 答應你 結婚後 朝早我才起 煮早餐等著你 下班前 涉淡你 你下班 我送你 你下班 我接你 要加班 我不管 一下班 回家 不可以 只剩下你 一定要陪著你 你說冷 攬拾你 你說熱 開冷氣 一出糧 給你 喜歡什麼 賣給你 你遲到不怪你 但我遲罰我期 做錯事 激怒你 由得你 發脾氣 你說什麼 遷就你 用心照顧你 不僅靜愛你 還愛你家 說到尾就是 我這世只愛你 當然了 這個太太聽到這樣的說話很心甜 但發覺所有的愛妻宣言就是 究竟婚姻是福利 究竟可以得到什麼 但原來 神說到一個幸福法律婚姻 不是一個福利 不是你得到什麼 不是慰己 神說一個幸福法律婚姻 是要捨己 是需要犧牲 是滿足對方的需要 所以保羅在你一本書 《二輝所書》裡這樣說 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節 你們做妻子的 當純福自己的丈夫 如同純福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教會怎樣純福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凡事純福丈夫 你們作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寫記 保羅保留到一個正確對 神心意的婚姻觀 是需要彼此互相的順福 妻子是順福丈夫 而丈夫愛太太 是願意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為太太寫記 第一節目原來 因為一個幸福快樂的婚姻 不單止是說到我們 是彼此之間能夠享受那種互相的溝通 是更加說到我們不是單單的為自己 而是要滿足對方的需要 所以一個幸福快樂婚姻 不是give and take 是平等的 有一個幸福快樂婚姻 the ideal marriage is not give and take it is give and give 請問 如果你想你婚姻 幸福快樂的話 不要看你是你的福利 而是能夠互相 是怎樣去滿足對方的需要 最後第三方面 我們看到一個幸福快樂婚姻 不是認命 而看來是一個召命 保留第七節這樣說 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 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那樣 很多時候我們會引用這段經文 說到我有獨身的恩賜 當然我們遲些會說到 什麼叫獨身的恩賜 是我能夠很獨立的 是我能不受性欲的忍誘 或者是我能從來不想結婚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引用 寶羅有獨身恩賜 所以這就是獨身的恩賜 但大兄姊妹不要忘記 寶羅這裏說 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 原來結婚都是恩賜 單身獨身是恩賜 結婚都是恩賜 恩賜這個字其實是神的禮物 是God's gift 但我發現原來恩賜用在聖經裡 很多時候說到有教導的恩賜 有服侍的恩賜 有治理的恩賜 有行政的恩賜 有傳福音的恩賜 原來說到神給人有恩賜 為的目的是運用你的恩賜 去建立教會 運用你的恩賜去榮耀上帝 原來寶羅說到一個人有獨身的恩賜 一個人有結婚的恩賜 原來神給人有結婚的恩賜 不是一個認命沒有辦法 我嫁了這樣的老公 我娶了這樣的太太 寶羅華道這個恩賜 是你一種的負擔 是你神對你的召命 要你透過這個身份去榮耀上帝 第一節目有沒有想過 原來你的婚姻是一個召命 是神透過你這個人 在家庭當中怎樣活出基督的樣色 是透過你這個人 能怎樣去愛一個很不可愛的配偶 是透過這個人去寬恕一個 可能傷害你很多次很多次的配偶 是透過這個人能夠在家庭裏面做炎做光 神說結婚是一個恩賜來 婚姻是一個恩賜來 成為你配偶的幫助 成為你配偶的幫助 去建立祂 做就祂 以至能夠祂的生命更加像耶穌基督 所以原來保羅提到這段經文裏面 提到原來不是應命或是這樣的一個人生 又是神對你的一個召命 你在家庭裏面的角色是很重要 你是能夠活出神的恩典 在家庭當中 而能夠你可以榮耀上帝 聽師妹 原來一個幸福快樂的婚姻 不是你相遇到之後 是甚麼都不做 而是幸福快樂的婚姻 是說到你繼續不斷地 在彼此夫婦裏面彼此的認識 不是一種忍受 能夠享受彼此之間的溝通 那種默契 不是為自己的好處 而是為別人的需要而著想 更加認定 不是神放在你這個光景裏面 是折磨你 你的婚姻是一個召命你 是神透過你這個人 在家庭裏面彰顯她的恩典 彰顯她的愛 彰顯她的寬恕 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 會否心裏面覺得 有一種酸酸酸的感覺 可能甚至覺得有些無奈 和有些沮喪 特別是婚那班的弟兄姊妹 你覺得 我以前所說的和你的婚姻差那麼遠 不要溝通 甚至是普通的關懷都沒有 你所相逢的人 現在可能對你很冷淡 冷淡 甚至完全的不珍惜你 又或者對於那些 是單身的弟兄姊妹 你仍然等著那位 珍惜你的情人出現 又或者對於那些 配偶不在身邊的弟兄姊妹 可能因為已經離世 或者是離世婚的弟兄姊妹 以前珍惜你的人 已經不在身邊 或者這一刻讓我們 再次回到主耶穌面前 再次思想 究竟主耶穌對我們的愛 是一種怎樣的愛 我們今天因為是網上崇拜 我們不能夠守聖餐 但盼望我們藉著神的話語 能夠進入一個默想 思念究竟主耶穌的愛 是一種什麼的愛 在羅馬書的五章第八節這樣說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 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當我們仍然是不可愛的時間 主耶穌說 祂願意愛我們到底 當我們仍然作罪人的時間 得罪祂的時間 祂說祂仍然是毫無保留的 願意為祢為我犧牲祂的生命 當我們好像沒有被人珍惜的時候 主耶穌看我們為寶貴 或者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有兩分鐘的時間 一起去默想 主耶穌對我們的愛 主耶穌為我們的犧牲 讓我們去思想 在整個眼中 我們是可等一位 給祂珍貴 給祂珍惜的人 一切我們有個祈禱 我們有個安靜的時間 做喔 我們是可等一位 祝福的方便 多為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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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神开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望人志愿者 提醒我们 我们是一班梦神所爱 梦神珍惜的人 我们一起唱首诗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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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爱,你对我的爱从没改 就算今我有失伤,但你的信实不变 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脸向着我 你一次又一次 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 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重要 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人 被珍惜的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 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 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人 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人 耶稣对我们的爱,祂甘愿为我们牺牲 写在十字架当中,以救我们 一群人能够不单止有一个重生 更加能够真正可以去经历上帝你对我们的爱 就让这份经历,这份体会成为我们的力量 以救我们懂得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特别提到我们当中一群夫妇的弟兄姊妹 知道夫妻相处是不容易的 求你给她们的力量 给她们有从上而来的爱 那种的恩典 以赞人救她们实践到 她们在家庭当中的角色 明救去荣耀上帝 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庭 而真正在生命当中 能够得蒙神帝的喜悦 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 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识名字 阿们 有时间我想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 我们当中参与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 或者朋友 希望能够当我们的教会 恢复我们在教会里面 一些平常的崇拜之后 能够叫我们有机会的 能够亲自的认识你 有几件事我想和弟兄姊妹去报告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原定于在6月8日 对到7月31日 我们在三红市堂 举行暑期知识探索营 因为知道疫情关系 我们不能够很妥善安排安全运作 所以我们很遗憾的 就是要取消我们这次的探索营 我们的传道 是Anna 会去接触一些家庭 商讨关于退款的事情 另外我们教会 三红市的御义堂 原定于9月初有个退休会 同样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是要确定取消的 下个星期日是母亲节 虽然不能够大家回到教会里面 能够为母亲庆祝 但希望能够在座当中的 弟兄姊妹能够邀请你的妈妈 或者祖母妈妈 能够来参加网上崇拜 为我们的母亲 亦献上感恩 我继续鼓励弟兄姊妹 能够去参加 我们礼拜三晚的祈祷会 逢礼拜三 就七点半 到八点半 我们是用Zoom 视像的形式举行 发觉我们过往 一直这两三个礼拜 都可能只有四十多人参加 我觉得 一个网上这么容易 一个方便 其实是我们需要 弟兄姊妹参与 为教会守望 我真的很鼓励 鼓励弟兄姊妹 可以参与到 那个视像的Number 就是606-898-096 606-898-096 最后就是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的讲道经文 就来自哥罗西书 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希望弟兄姊妹 能够可以下星期的 预备体练经文 以能够预备的心灵来敬拜 我们崇拜到这里 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 帮助我们 我们是软弱的 所以求父神能够祝福我们 以能够我们成为 祝福 但愿主耶稣 因为父神的慈爱 和圣灵的感动 尝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永远远 阿们 大家姐妹 我们下星期再见